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唐家楼 玫瑰白08年11月22号星期五 今天这个好日子 一一二二成双成对 好那礼拜五的时间 七点钟的时段 因为已经是周末了 所以礼拜五的七点钟时段 我都把吃喝玩乐 跟你周末生活准备有关的资讯 摆在这里 好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来宾 那谈的是吃喝玩乐 但是不是姚舜 因为今天在我们现场 我先介绍我的来宾 台北华国大饭店的总经理Tina Tina欢迎 是大家好我是Tina 好今天的Tina来 我刚刚介绍Tina 那华国大饭店的总经理 接下去呢 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来认下这饭店 我很诚实的讲 我很诚实的讲 在Tina来华国之前 我大概有十多年 没有见过华国饭店 好像都没什么声音了 华国这十年来 对所以那次我们见面之后 我也稍微思考一下 就是说那为什么 就是说华国饭店 不在我的生活圈子里面 它为什么会让我觉得 好像跟台北现在的饭店 雨后春损 太多了 尤其最近这十年 那个不管是国际连锁品牌的 顶尖的奢华的大的品牌 陆陆续续进来 好那台湾变成 尤其台北变成是五星级饭店的 一个杀戮战场 它竞争非常激烈 那华国这种的老牌 老牌饭店 它为什么不在我的生活圈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 在林森北路的那个商圈 那个商圈相对而言 没有十几二十年前这么的繁华了 然后商务客呢 也越来越少了 老实说 对的 因为华国 第一个它离松山机场非常近 是 非常近 理论上来讲 如果来台湾的商务客 我相信有很多 它会选择华国 到了松山机场 我想进来应该很方便 第二个那边 你想华国饭店的后面是双城街 秦光市场 对 德惠街 秦光市场 对 美式的PUB 以前是很多的美式的PUB 是年轻人或者说老外 在台湾 尤其士林天母区的这些老外们 他们喜欢呢 去喝酒 串串门子 就砍大山的地方 所以华国饭店 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时候 它的 被看到的机会就很高 可是 为什么这十多年 是不是跟那个商圈的 某种的暗淡也有关 好 不过Tina来了之后 半年 我回来半年 我们说回来是因为Tina 曾经在华国 我在1997台湾的第一家 IHG 洲际集团 洲际集团 我想那个唐哥 唐大哥应该很清楚 就是Intercontinental 然后Kwong Plaza 那个皇冠 那当时其实1997 很多人的同业 不管你在军月 金华酒店 西华 大家都因为这个品牌 来加入华国洲际 那当然Tina那时候 也是1997 第一家洲际饭店 进入这个台湾 我就是那时候 22年前 在这里上班 然后当中我又离开了 就去西区的台北花园上班 然后这一次又再回来 那我个人觉得 在饭店工作 像刚刚唐大哥讲的 国际品牌这么多 我觉得本来就应该好 因为你有brain 你是国际品牌 可是我希望 我扮演的是一个救火队 当公司需要我 或是没有人听过的 一个local的品牌 我可以让很多人 从不知道到知道 到生意很好 这样的过程 其实是会让人家感动的 就是团队的一个 努力的结果 所以在回华国之前 我跟业主谈了之后 我觉得我想再加入 因为毕竟他之前 有洲际连锁的 不论是软体的 一个服务品质 或是硬体 他都有一定的水平在 所以华国 不应该只是 十年前的华国 所以希望透过我再回来 从品牌的整合 最重要的是人 人对了 一切就好办了 所以我回来之后 回来华国之后 包含很多的人才 我也从同业这边 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华国 让很多人看到 华国不一样了 所以这半年我们很努力 在我们现场 是华国大饭店的总经理 Tina Tina回到了华国饭店 也因为Tina回来 我在无意当中 因为碰到Tina 对我怎么跟华国饭店 这么的疏远 好那我重新认识这个饭店 我曾经讲了 因为在中秋节 我们家庭聚会的时候 一大桌的人 后来我们就到了华国饭店 那也让我的家人 重新认识华国饭店 因为有一些就住在华国附近 他们说对 他说他就在我们家附近 以前我们常常来 因为有些长辈 我们年轻时候常常来 那就在我们家附近 可是我也我也真的很久 没有没有来了 所以华国显然在这十多年的 过程当中 我觉得华国在整个的饭店 最激烈竞争的过程当中 他似乎被盖住了 然后可能相对而言 在能见度上面也比较弱了 因为新饭店太多了 你在整个的东区也好 或者说你像是 这个就是说文化东方也好 这些指标性的更豪华分出来 可是基本上 他不应该会影响到 像华国这种的 50年历史半世纪历史以上的 台北的老牌饭店 台北有这种急速的饭店 华国是一个 国宾是一个 还有圆山 圆山饭店是一个 50年 这三家都是50年 然后再来可能也接近的 比如说亚都利是应该也差不多吧 应该也蛮久 也快了 也快了 就说这些的老牌的饭店 其实他们都在面对新的饭店 新的业态 以及不同的区块的竞争 好 那华国 我不是恭维你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两年 华国给我感觉又不一样了 就是他的过去老饭店的老气 慢慢不见了 叫老气 比如我们成语说老气横秋 老气横秋 老气横秋 四个字就是说 你老了之后 你有时候会失去对周围环境的那个变化的感受力 也比较不容易去接触到一些新的事物 可是我觉得华国正在改变 为什么 我觉得人是最重要的 我个人觉得在不管在什么产业 当然每一个企业有他们的brain 那当然华国这个名字也是一个brain 可是不可否认已经没有声音了 但是我觉得在任何的产业 如果你可以做到用你个人的品牌 像唐大哥 你也有自己非常强的品牌 如果Tina可以用Tina的个人品牌 来网罗更多的人才 用个人来把一家企业或是一个饭店 再让他浴火重生 那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现在在这个产业工作28年 我尽量让自己需要有企业或饭店 需要协助的时候 我就刚刚讲的救火 对我可以用个人品牌来带这个饭店 让他有更好的营收 或更重新的品牌整合跟建立 我觉得这是一个荣耀 我现在也尽量朝这方面去努力 那我想这半年我做到了 团队的人才也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这半年华国真的曝光率相当高 同业都在笑 每天看到都是华国饭店 华国的淡马屋 每天都是洗版都是我们饭店 这都是我们的努力 我不认识你以前 我没有注意 认识我才发现怎么到处 而且只要聊到一些跟餐饮饭店有关的时候 我发现Tina的曝光率至高 华国饭店的曝光率因此提高很多 唐大哥我觉得每一家全省有这么多总经理 但是我觉得总经理其实你一定要懂行销跟业务 你不是只懂管理 当你有管理没有业绩 没有行销有好的产品 那还是这么大的一个竞争市场 那还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生意好不好 总经理真的很重要 总经理你一定要知道怎么赚钱 你不知道怎么赚钱 你没有生意 你再会管理还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不断的提醒自己 任何时间尤其是晚上 我会选择在八九点 大家都回家在滑手机的时候 就是Tina在行销 自己行销公司的产品的时候 我每天回家我还会做这件事 不论是IG或是FB 因为我相信努力你一定会有收获的 所以我持续在做很多剧院 觉得这个我们不需要做 有下面的同事有行销有业务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 但是我觉得我一直相信 努力是会被看得见的 好那我问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比如说华国是一个这么老的饭店 老饭店它会老饭店的包袱 有一些已经成为大家记忆一部分的 成为品牌一部分 有时候你要变 都觉得变也不对 不变也不对 好那华国现在正在脱胎换骨的时候 你现在你回到华国饭店半年了吧 刚15号就半年 那这半年华国饭店有什么改变 我一进饭店还没进饭店的时候 我会去看这公司的定位跟价钱 价钱也等于这个饭店的品牌定位 是吧唐大哥 所以当我发现现在是OTA OTA就是网络订房它是一个趋势 我当然会划手 是一看一下 华国现在卖多少 我还没去上班的时候 我看到竟然都是两千多块 所以我觉得这是 怎么会把一个五星饭店 曾经是洲际的产品 卖到两千多块 它应该是四五千块 至少也三千多块以上的一个价格 所以我觉得价格是很重要的 你说的三千多五千多 台北 譬如说我们讲凯撒饭店 福华饭店 亚都饭店 住房价格 对在售价就是售价定价之后的售价 所以第一个我会去看 现在是卖多少钱 它就等于它的定位 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马上调整 那调整呢 是谁要去调整 就是人 我们讲的最重要就是人 所以我回去第一件事 我就要开始调整品牌的定位 用Tina来带品牌 用Tina来网络这个同业的人才 再来谁要去执行 我不是只有想 你想你要action 那当没有人去action 去行动你下的指令的时候 那当然就要调整人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非常感谢我现在的董事长 廖玉辉董事长 他跟我十几年前看到 他的管理方式完全的不一样 他把这二十年 他已经在华国带领之下 大概满二十年 这二十年来他都挂总经理 那我这一次回来 我很开心 就是我们的老板 他非常的放手 我这半年他大概都没打过 我打过两通电话 有两通我都没接到 所以第一 我觉得你业主让我们 放手给专业经理人 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要信任 那我们自己专业经理人 也要做口碑的 我们不可能说做不好检讨 然后我想老板的放心 让我们非常的可以去做很多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会去调整人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是我 我觉得华国这半年改变最大 除了Tina 自己用自己的个人来带品牌之外 人才的网络也是决胜关键 华国在林申北路上 台北社林申北路的 民生东路和民权东路之间的这一段 好那这一段 林申北路整个商圈的调整 那华国在那位置 一个老的品牌的饭店 如何能够面对到激烈的市场的竞争 能够大复活 这个其实对一个经理人来讲 我认为是蛮大的挑战 非常重要的 好吧那你来半年了 住房的部分我们就先不谈 因为住房这个大概跟你整个 跟旅游业等等这些合作有关 但是现在饭店 说在饭店里面 要让饭店被看到 要让饭店的指名度提高 尤其在内需市场上面 餐饮是他最最重要的 对啊他玩的东西比较多 好那华国 华国在过去呢在餐饮的角度来讲 可能指名度指名率然后知名度最高的 是他的帝国牛排 是吧那个唐大哥你有去过吗 帝国牛排很有名耶 他在91年的时候就是孙先生 孙大强孙大伟他们兄弟 当时像台湾的麦当劳 TGI Friday都是他们引进的嘛 那那时候我想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牛排教父邓先生 他就是在我们台北华国 Soloma从91年我们在这里担任大厨 他是主厨 所以老饭牛排就是那个时候 大家知道就是在台北华国 当时的政商名流相当相当的多 那在去年呢我们在五月的时候 跟他就是合作关系中断 现在整个由我们台北华国新的 新的团队师傅进驻 那当然延续了之前老饭的一个特色 这个老饭为什么这么好吃 唐大哥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吃过邓友葵的这个老饭牛排 当他之后他自己在大直就开了他的教父牛排 所以我去那边去光顾过 他为什么那么好吃 你知道那个牛每次我们去点菜啊 去牛排馆 大家都搞不清楚不是一大堆部位吗 那我自己在回华国之后 我都很努力的去了解每个部位 像这个老饭一头牛 2000公斤到最大的2800公斤 一头牛只有4公斤的老饭部位啊 他是要 这么这样子啊 对然后他可能就是做12人份8盎司 就这样子 所以他是很稀有珍贵的 他很难处理 他要去油去精 然后他是这个非常精华 乐眼最精华的部位 就是老饭 所以其实当时邓先生在的时候 我们就建立了这样的口碑 那当然新的厨师 现在大家 我们这个新团队除了延续这个老饭的一个特色之外 我们都找年轻的有创意的 那当然还是以法式为主 可是以前的稻素 邓先生他们在的时候可能四五道 我们现在延续到十道 然后都是少少少少 看起来你还没吃 就想拍照 所以现在的口碑其实很多老客户他们会去compare 他们觉得华国真的不一样了 那在华国牛排馆其实要吃一个老套牛排 2500 2600是跑不掉的 那现在我们的客源除了旧的客源之外 我们新的团队整个也带来更多新的客户 算是转型蛮成功的 所以帝国的牛排这边是很稳定的 非常稳定 而且是非常有品牌 就是指名度是非常高的 就是许多去说如果要去华国吃饭 可能很多就是要去吃牛排 是 好 华国的另外一个一个指名率很高的是你们的烤鸭 唐大哥去过没 去过但是 那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是 因为我不好意思跟你们讲 就是虽然我 有什么要改进的吗 因为我当然那次那次在华国就请家人吃饭 一家人团聚十多个人 那当然吃烤鸭 那我的这些family他们当然都觉得烤鸭很棒 好那台北当然有几个吃烤鸭的地方 我们大概都吃过 因为有时候家人团聚的时候觉得有一只鸭上来 觉得那个气氛是好的 就特别家人团聚的时候 五鸭不成席嘛 对就是那烤鸭如果 而且你们的烤鸭 我有注意到他们在讲就是说 你们烤鸭的那个皮 比别人大只啊 对然后你们的 挂炉的 对你们皮的脆度很高 因为我们是挂炉的跟人家不一样 当然我们是广式的做法嘛 对对对 但是烤完之后一定在15分钟内 我们要不断的淋油 所以我们的鸭特别特别的脆 那个皮啊 对我那天听他们在吃的时候 因为我不吃啊 我从小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两条腿的我就不淋了 好多都不能吃哦 两条腿的 所以找我吃饭的朋友都非常痛苦 好不过他们都吃的津津有味啊 他们通通吃啊 那他们就跟我讲说 这个鸭的鸭皮 因为他们很会吃 他们就品头论着 他们就这个鸭鸭皮特别脆 我这样讲对吗 我觉得不贵 我们这一次啊 才结束这个旅展啊 台北国际旅展是饭店的大事 哇卖到饭啊 三个餐厅 尤其是烤鸭 我们是一鸭三吃 一鸭三吃 四个人吃 对然后呢 你到现场港点嘛 港点的我们还 还可以送两道港点 热炒呢 再送你两道 青菜再一道 上次四个人 铁定吃的饱的 一鸭三吃就有三道菜 等一下 你四个人 二二二二 那你这样子 你还有你还有钱赚啊 有啦 薄利多销嘛 因为其实利润成本啊 我们都会盘算一下 所以其实是还是有利润的 可是外头的烤鸭 大概就差不多两千块 坦白讲 就是你一只鸭上来 大概就两千块 但是您知道吗 我们来的人多 你营业额高 你人力成本就下降 你的净利还是 百分比还是会上来啊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概念 就像我们现在 馆内这个 刚刚讲这个二楼 就帝国会馆 结婚的人越来越少 怎么办呢 你也不能等死嘛 所以我们现在 这管外的 可以做的外汇 我们家的外汇 也不得了了 对一天到晚去外面外汇 不管是政府机构 或是大的这些企业 企业像很多知名的企业 我们外汇都是500桌以上的 所以把市场柄做大 其实人力费用下降 我们的净利就上来了 对 好那你们的 你们烤鸭 烤鸭这个厅叫什么 帝国会馆 帝国会馆 在二楼 好那那个牛排就叫帝国牛排 帝国牛排 现在改名 去年我们改成 华国牛排馆 华国牛排馆 然后这个帝国会馆 是吃烤鸭跟港点的 对 它主要是港点嘛 主要我们现在主打 大家有印象小 那我们就是烤鸭 烤鸭 烤鸭 对 对就是指名度最高 就我刚刚讲牛排跟烤鸭 对 那配上港点 好吧 这个呢是一个 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最多是 你刚刚讲 如果旅展二十二四个人 然后除了 除了一亚山区 海菜 那你们接下去要忙了 师傅每天的脸 会很难看的 杀不出来 烤不出来 我可以想见 你们接下去会忙 而且你们一天 你们的量大概 三四十支 其实就算是不错了 师傅要看炉子够不够 那你这样子够吗 你能够 我们那天师傅看我们 旅展四天上千万的 这样大卖 他说 总经理 我们的炉子可能不够 对啊 对啊 你说没关系 看怎么样需要买像牛排 我们最近生意也很好 十几年 我们从去年接回来 这个烤箱的部分 师傅也说 这个烤箱 牛排烤箱很重要 烤不出好的牛排 我们说没有关系 你要让他们打仗 让师傅打仗 一定要有好的武器 好的设备嘛 所以最近我们牛排馆 也整个烤箱也都 都做了整个的重新购置 那包含烤鸭 如果到时候需要购置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 都没有问题的 你要有生意 一定要去做一些改善 如果你原来的那个量 一天如果三四十只 那个你一定不够不够卖的 那个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客户 不过我觉得那个品质 今天早上我们开会 这样这一次这样子 一间饭店三间小餐厅 卖上千万 我觉得品质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些客源 不是你原来的客源 所以品质 菜色的品质服务 我们一定要顾好 好 那我刚刚讲的牛排烤鸭 可能是如果你知道华国饭店 大概这两个餐厅的 这两个菜色 大概是你知名度最高的 不过他最近呢 开了一个和牛的算算过 对不对 对不得了 淡马屋是日本的直系的血统 进广告 回头之后 来我继续跟了在我们现场的 台北华国大饭店的总经理 他刚回到华国半年 Tina 广告回头之后 淡马屋是最近的 华国最夯的话题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淡马屋 广告回头之后聊 非得不好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楼 民工108年10月22号 星期五 礼拜五的时间 我们把吃喝玩乐呢 都摆在这 不过现在我们现场的呢 台北华国饭店的总经理 Tina 在我们现场 好吧 Tina来 当然我们就聊 聊华国 华国最近 我听到我周围的朋友 谈最多 我还没有去过了 淡马屋 淡马屋 我开车经过 我有看到 你们就在一楼吗 对不对 百年的和牛 对 入口就在一楼 淡马屋 淡马屋在日本 是很有名的 百年的和牛 都吃和牛的 那你可以先介绍一下 淡马屋吗 我先讲一下 大家在讲 那个日本的三大和牛 这和牛一定要知道 最有名的嘛 一般就会知道神户 神户牛排 OK 神户就在大阪 大阪附近 冰库 然后再来就是松板 松板 松板牛 对 那第三个就近江 对那近江就在京都附近 那松板是在耐凉 然后有时候会讲到前则啊 或者是米则 可是最重要就是这三个里面呢 神户松板 近江 这三种和牛最厉害最严谨的 唐大哥你知道是哪一种吗 就是神户牛 大家我以前也不知道 以为神户产牛 是吗 不是 神户牛呢 为什么叫神户 其实它世世代代呢 都是要跟这个黑毛合种的淡马牛 它是世世代代我刚刚讲这个黑毛合种的淡马牛 这才是叫神户 它在淡马地区饲养的 它是从 在淡马在哪里 它在冰库的北部 那这些淡马牛呢 这个神户都是在这里 要出生 要养育 在这里出货的 然后呢 你在看它的肉 它的这个 要去看它的BMS 什么是BMS 它的脂肪那个交错 它有等级 1到12等级 那神户都是在number6以上的 其实它那个油脂的分布 虽然油脂不是那么的多 但是它肉的质 质是很好的 而且是很嫩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知道 所有讲到神户 它都是在淡马地区 在那边养 所以它叫淡马屋 对 所以淡马屋的牛肉 和牛肉都是从这里去来 而且神户 淡马地区掌握了 日本整个神户牛 90%以上的一个出货量 所以台北华国的优势 我们可以不断货 品质稳定 那当然在价格上 我们有比较有优势 所以来华国 想要吃到和牛 其实不用太贵的价钱 就可以品尝到了 你看我还没有去过 不过我们家 我们家胖胖就去过 胖胖是我的制作人 我就记得他去吃完淡马屋 回来第二天 他一块都没剩 他一直在告诉我说 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 这么嫩的牛肉 入口即化 真的 对 当然这对于我 我这个做主持人 当然就新生嫉妒 就会觉得我的制作人都吃过了 我竟然只能够凭空想象 好没关系 我就先想象一下 那你们为什么会引进淡马屋 当然我都 我知道华国试图在 在餐饮市场当中 那冲出另外一波的市场 那在饭店里面来讲 特别强打算算锅的 不多吧 有一家很多人都问我们 所以我还是必须要讲一下 文华的这个淡马家 OK OK 很多人都说 Tina你们这个淡马家 跟这个淡马屋有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但是淡马家 他为什么叫淡马家 就是文华这个小林 就是业主嘛 他跟这个淡马屋集团的社长 他们是好朋友 所以他要进了一些淡马屋的肉 所以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们自己取了淡马家 所以你在很多地方看到的 那个淡马家 你在别的国家 如果看到淡马家 就是文华他们开的 那在日本啊 或者是其他国家 纯粹是日本连锁 就叫淡马屋 那我们为什么会开啊 其实我们老板 他很爱去日本 他很爱吃日本料理 他很爱吃回转寿司 他很爱吃火锅 所以这样讲会不会很奇怪 我也会爱吃火锅 因为这是他的饭店嘛 那他之前 当然卖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 对 那他就一直很想要回转寿司 或者是日本料理 其实日本料理我们 我们以前试过了 那并没有找到好的师傅 所以也在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他这一次 他自己也很爱火锅 这样讲会不会很奇怪 因为我们老板真的很爱 所以我们就引进了 这个百年的这个淡马屋 那就这样 其实我们还没开 我们是10月25 10月25才正式开幕 所以这几个礼拜 是在试营运 但是相当相当 只要客人吃过了 针对我们的和牛 他们都是相当满意 刚讲到那个神户 神户还有最厉害就是 他像女的母牛 他都不能分 都不能生过小孩的 男的都是 都是不能割 割那个 公的 公的公牛 你就说男的 男的女的 公牛 我刚刚听你讲 女的母牛 所以他真的是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神户和牛 所以这个神户牛真的 真的是很严谨 所以他是空运 空运直接进来 是 我们台湾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华国 你任何的时间都可以 不用到日本 就可以吃到和牛 所以那你们的大马屋有多少座位 62个位置 那我们呢 这个这个餐厅之前 在周济时代 我们花了钱装潢是英式的酒吧 唐大哥有去过吗 没有 我跟你说我十多年都没去过 可是1997耶 1997还蛮红的 那时候周济的这个 Font Page Bar 只要有转播什么运动赛事 我们家都很红耶 你一定要知道我 我是一个生活极为枯燥乏味的男人 那你以前也没有到华国跳过舞吗 当然没有啊 在199 我们夜总会最有名的 就是华国耶 这我晓得 但是我很诚实讲 我是一个 你只会念书 所以是建中台大的 最好是没有我师大副中的 师大副中 不过就是说 我基本上是一个不太有夜生活的人 所以1977年很红的 一时的 那些夜总会你都没去过 没有去过 不过对淡马物 我倒是非常有兴趣 因为周围的朋友 有去你们市营运期间 有去吃过的 包括一些在新闻同业的 赞不绝口 好 但是在台湾啊 台湾算算锅的市场很发达 我们每个礼拜都吃 对 因为我虽然说 虽然说五星级饭店 在强打算算锅的不多 对你刚提醒我淡马家 那文华东方已经是顶级的 比较让我们向的是文华 对 那但是离开五星级饭店 在市面上面 以算算锅 然后呢 再作为它的 它的主要的产品 非常多啊 而且有的其实 价位还蛮高的 那淡马屋在台湾的 这个算算锅的市场 除了和牛之外 它的定位跟定价 我进行广告 回头继续请教 在我们现场的台北华国大饭店的总经理Tina 继续跟Tina聊 非常不好费的早餐 我是谭耀龙 好 今天礼拜五的时间 在我们的现场的 嗯 因为她刚回到华国大饭店 半年的时间 不知半年 我觉得华国饭店 活过来了 而且火蹦乱跳的感觉 那台北华国大饭店的总经理Tina 在我们的现场 刚讲的大马屋 那华国的大马屋呢 是华国现在正在试营运 而且今天我们节目播出是11月22号 在这个周末 11月25号 要正式的开幕 好 那呃 今天的在节目进行期间 你如果听到了 呃 要提醒你 11月25号 他正式开幕开始 252627三天 你到大马屋 当然因为他只有62个座位 你要定位 你要你要快 这三天用餐的 每个人除了你 你自己点什么 那不管 那餐厅呢 送你一份的 神户和牛肉盘 那个应该价值不费 神户牛肉盘 好 那我问你啊 吃蒜蒜锅 因为我也未尝吃蒜蒜锅 我也很苦难吃蒜蒜锅 特别 呃 我觉得蒜蒜锅 汤底吗 对 第一个汤底 酱汁吗 酱汁 再来就是说 你你如果同时希望吃到很多的食材 因为有的时候 你在吃的时候啊 你在外食 你不容易吃到各种的食材 营养会不均衡 可是我觉得吃蒜蒜锅 是可以吃的很均衡的 嗯 要青菜啦 要肉啦 菜盘 对啊 蛋啊等等 这些该有的呢 你都可以有 那蛋马屋 除了神户的这种顶级的牛肉之外 它有什么特色 我们一定要差异化嘛 刚有讲到我们有 competitor嘛 那competitor那一家 它是在 文华是在奥雷 那我们家一定要做出差异化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中餐 有西餐 那再加上蛋马屋自己的日本料理的料理长 我们一定要整合 所以从前菜开始呢 小菜我们就不得了了 二三十种 跟别家都不一样 所以你一进来那个小菜啊 唐大哥 你要吃20盘 20种都可以 免费的无限量供应耶 真的吗 我们一个小碟有三种小菜 所以我们中厨 像刚刚讲到我们帝国的烤鸭不是很有名吗 我们就做凉拌那个鸭丝 不得了 很多人说 再来一盘 再来一盘 所以我们的小菜 有这个特色 才能做出差异化嘛 那当然除了小菜之外 我们吃完牛肉 然后就会有冻饭 或这个乌龙面 那这个冻饭 也是牛肉冻饭 和牛冻饭 也是让你无限供应的 还有呢 无限供应 对 怕你吃不饱嘛 因为和牛比较贵嘛 对呀 你家题材很恐怖啊 那你这样子 不会啦 那你客单价多少钱 我们现在就是从888 在平日的时候 有个人比较简单的 神户双降的套餐 商业午餐是888 这是中午的时间 对 但是它是平日 然后到这个6800 6个人的都有 其实你说它贵吗 其实也不会 不会啊 如果吃神户牛肉的火锅 6个人 6800 不贵吗 一个人就11200 对啊 像我们这一次旅展 主打的4000块 3到4个人 你可以吃到顺顺锅 你可以吃到关西很道地的 这个寿喜烧 一个人1000多块出头 会贵吗 不贵吗 然后刚刚还讲到 还有什么差异化 一般我们去日本吃这个最后的甜点 甜点不可以马虎是吧 因为你要给客人最后的一个印象 可是我觉得在日本 我跟我们公关去出差的时候 它就红豆汤吧 简单的 然后水果两三样 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完美的 我们在华国如何利用中餐 西餐我们的点心房 做出跟其他餐厅 管外台北的餐厅 或者是大马扎也好 做出差异化 我们要整合 我刚刚讲的整合 就像小菜一样 所以在华国你可以在大马屋 这种日料的大马屋 你可以吃到西点做的 很棒的这个碰片冰淇淋 它一端上来 哇 这些拍照的这些客人 非常的喜欢 这个是结合台湾的这个碰片 再加上西厨的这个冰淇淋 这是一个特色 那个其中一个甜点 还有一个甜点 是我们中厨做的这个 中厨做的这个蛋挞 蛋挞很多 我们去澳门 我们算是西市的 可是我们是中厨师傅做的 这个银耳蛋挞 还有我们中市的厨师 也会做一个红豆 冰麻糬 好好吃哦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差异化呢 我好喜欢那个麻糬 我没有去是不对的 好 那你们 这就是我们的差异化 那你们现在一天 都喝满 就是中餐跟我晚餐 对不对 对 但是 下午是会休息的 我们周末 或是国定假日 前天 对 全天 我们有下午茶 吃到饱 那下午茶 吃到饱耶 和牛耶 921个人 可是只有假日哦 只有假日 因为我们现在先观望一下 还没有开 还在市营运 我们观望一下 如果 哇 客满 每天客满 客人有声音了 我们就开始在开放 礼拜五啊 礼拜三 然后就全部开放 所以你现在市营运期间 周末已经有下午茶了 25号开始 25号开始 就下午茶 就下午茶 对 吃到饱 那平常现在就是中午 中午是 中午是11点半到2点半 对 那晚上 晚上是5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 对 那因为座位 60 62个不多耶 所以 我们也要尽量 让客人 这样子会 在单点啊 对 如果吃不饱 可是基本上客人都吃得很饱 我刚刚有提到嘛 小菜啊 丼饭 我是说你的座位 不都要定位很难吧 而且又日本的这个百年的店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提早 现在已经有人定到8月10月 不是 现在他们定到12月 1月的都有 因为这几天几乎都大客满 不管是中午跟晚上 说唐大哥你一定要先预约 那你还来干嘛 你都已经满了 一定要先预约 没有嘛 因为我们还没开嘛 11月25号才正式开 不过市场的反应相当好 OK 品牌还是有一定的效益的 OK 我刚听你讲的时候 我就非常感兴趣 我相信听众 大概也都非常感兴趣 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跟Tina只能聊到这里 我们刚刚的 刚在我们现场的 这个小时的时间 那在我们现场呢 是台北华国大饭店的 总经理Tina Tina半年之前呢 回到华国 华国这半年时间 我觉得好像脱胎换骨 活过来的感觉 除了它原来的 原来的帝国牛排之外 它的烤鸭在台北市 也有非常高的殖民率 殖民度 它配上港点 好吧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就是我很惊讶 就是它价格不贵 一次这么大的鸭 全家人吃 2000块钱左右而已 就是连小费 就算进去 我记得是店家 1800多吧 对不对 然后套餐就是 反正刚有讲嘛 一鸭三吃 22224个人 很多人问五个人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吃不够在单点就好 单点还打八折呢 不可思议 但现在呢 最重要的是 他们现在呢 在市营运的 他们的淡马屋的算算锅 很popular 特别现在因为天气冷了 算算锅的旺季到了 淡马屋又开了 所以开的真是时候 对 所以今年 尤其华国今年的冬天呢 会非常非常热 好 所以如果你要用餐 我还是提醒你了 你要先打电话 先订位 先订餐 因为有些现在呢 热度很高的餐厅 你千万不要云 你随时去会有位置 避免趁幸而去 拜幸而返 先打电话 先确定座位 刚特别奇道 那他11月25号正式开幕 正式开幕的前三天 252627这三天 你如果你有定到的恭喜你 因为除了你自己的餐点之外 他另外的送你一份 顶级神户的牛肉盘 只有前三天有 那自己去想办法 没有位置 不要找我 因为我也没有 好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 台北华国饭店的总经理Tina Tina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下次有好吃好喝的 欢迎来分享 来进广告 回头新闻 拜拜 拜拜